可是给他忌讳他不重用啊 朋友们我回来了 正在康复中 今天咱们接着讲李尚尹 上一集讲到 这位骨鸽敬奇 天煞孤姓 一生中送走了很多人 第一集送走两位 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 和教他读书的堂叔 这集还会接着送的 在今天这期视频里 不仅有李尚尹的求官之路 还有他的情窦初开 上一集说到 李尚尹为了给自己的仕途铺路 到了洛阳 在那里结识了两位 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第一位叫白居易 白居易认识李尚尹 给我的感觉就像张学良 听过周杰伦 当时流传一个段子 说白居易跟李尚尹 俩人俩人喝酒喝到位了 老白说兄弟 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你了 来世投胎能当你儿子 也就行了 这段子不知道真假 但是流传的很广 这种段子能流传开 说明当时的人觉得 白居易能干出这种事 也就是说 白居易真的很欣赏李尚尹 当时老白很可能 把自己的白氏六帖送给了他 这本书就相当于国考一本通 在考试上是很有用的 第二位老人家叫令狐楚 十年之前他是宰相 李尚尹读书考试 包括后来考中 都跟令狐家有关系 可以说这一家子 都是李尚尹生命中的贵人 可是令狐楚过世之后 李尚尹跟令狐家闹掰了 这是后话 咱们会讲到 李尚尹第一次有资格考科举 是因为令狐楚 第一次怦然心动 是因为考科举 当时令狐楚被调去做天平军节度使 治所在运州 他就把李尚尹带走了 一方面在节度使幕府给他一个小官 让他能挣点钱养家 另一方面把运州的香贡名额分了一个给他 唐代国考的考生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从各个血管来的叫生徒 另一个不经过血管 由地方推荐上来叫香贡 朝里有人好办事啊 李尚尹得到的就是这个香贡名额 可是给他忌讳他不重用啊 一连三次名落孙善 也敢巧了 宰相都是同一个人 叫贾素 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叫李林甫的前辈 干过也无疑闲这种事 李尚尹就觉得自己被针对了 为顾贾相国所赠 可实际上呢 那几年就是不好考 几百个人里边挑一个人 李尚尹很可能就是考不过别人 但是不想承认 不过呢 洞边不亮西边亮 这边科举一筹莫展 那边爱情的花开了 少年李尚尹瞧见了一个姑娘 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刀吃的字儿啪的 这个姑娘叫柳枝 名字一听就很初恋 很一难平 她是个商人家的姑娘 跟一般的闺秀很不一样 很活泼 擅长音律 李尚尹是一见清心 敢巧他有一个堂兄 跟柳枝家是邻居 这个堂兄也是号成人之美 衣裳你耐他 没问题 交给我 堂兄就在人家柳枝的墙根底下 念李尚尹的烟台诗 这组诗写的是春夏秋冬 很长 炫技的成分比较多 小姑娘就吃这套啊 柳枝一听 哎 这诗真不错 谁写的呀 堂兄说 李丧尹 柳枝一开始没听明白这口音 反应过来之后 哦 有耳闻 是个才子 当下就把发带拆下来 请他在这上面提诗一首吧 李尚尹抱着发带一宿没睡 把诗早八八给人家写好 就盼着第二天见面 见着面之后呢 很开心 又约了三天之后再见 可是 到了那一天 李尚尹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据他自己说 是同行的考生 把他的行李给偷了 他去追行李 不得已走了 这个借口很烂 实话可能在这首诗里 花房与蜜皮 风雄假蝶词 同时不同类 哪副更相思 小蜜蜂小蝴蝶 都活在同一个季节 可是 毕竟不是同一个种类 也就是说 我李商尹 跟你柳枝 不是同一种人 柳枝是商人家的孩子 李商尹是要走仕途的人 柳枝显然帮不上忙 甚至还可能因为商人这俩字 拖李商尹的后腿 李商尹这事办得很不地道 不是柳枝撩拨的你 是你去撩的人家 不取和撩啊 撩完了一合计 这事不上算了 就又跑了 没有一个男子汉的担当 后来呢 柳枝还是嫁到了官宦人家 做妾 科普一下 古代不是一夫多妻制 严格来讲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妾的地位跟仆人差不多 正头娘子只有一个 也不要做梦 觉得如果还能一夫一妻多妾 那我得有多少个女人 醒醒 人家娶得多 是因为养得起 要相貌没相貌 要人品没人品 要家底没家底 无论什么质 无论男女 都找不着对象 打铁还须似身硬啊 老铁们 再后来 李商尹又送走了一位 倒不是令狐楚 还没到他 但是跟他有关系 他从运州被调回了朝廷 这一走 李商尹在幕府的工作就没有了 一穷二白呀 赶上有好心人 把他介绍到了崔荣的幕府里 去做幕僚 可是没多长时间 崔荣就被送走了 这是李商尹同志 送走的第三个人 他很难受啊 考试没考上 工作又吹了 这是他个人的心烦意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一点不重要 因为在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 叫甘露寺之变 从此 李商尹见识到了 人间险恶 听历史古文 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